Hello 大家好 欢迎参加Posa Summit Asia 2022 大会在本周末分两天于线上举办 大会分为主论坛和分论坛 会聚着技术大咖和行业先行者 分享Apashi Posa的实践经验 场景案例 技术探究和运维故事 大家共同交流探讨Posa项目的最新进展和动态 从2020年第一届Posa Summit 即2020年线上北美峰会开始 Posa Summit Asia 2022已经是第七个Posa峰会了 在2021年 Posa Summit第一次覆盖欧洲社区 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欧洲峰会 今年的旧金山峰会 让社区成员们第一次有机会在线下 关聚在一起 共同交流技术经验 较往年峰会 本次亚洲峰会议题形式更加多元 结合了内容长短 深度 推出常规演讲外的闪电演讲 所以无论屏幕前的轻重 是新手 终极开发者还是用户 都有可选的议题来观看 我是纪培 很荣幸成为本次大会的开场主持 目前我在Streaming Hill负责 Field Marketing的工作 Apache Posa公众号上很多技术文章 还有活动背后 都有我和我团队的身影 我本人也是一个Posa的贡献者 经常在翻译志愿者群组里面和大家交流 在开始本次大会之前 首先要感谢活动的主办方 Streaming Hill Streaming Hill是由Apache Posa创始团队组建而成的 很多成员都是Posa的committer和PMC成员 作为Apache Posa商业化公司 Streaming Hill专注于开源生态和社区构建 团队里面很多人都是社区的活跃贡献者 Streaming Hill也在一直参加Posa的开发与规划 本次大会将由40位演讲嘉宾呈现40个演讲议题 大会一共有14位组委会成员 与18个社区与媒体合作伙伴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 这些为大会前去准备工作做出了贡献的人们 为了保障议题的质量 我们邀请了来自Apache Posa PMC和committer团队 行业专家 中段用户 来自日本 北美 新加坡 印度 韩国 中国的技术专家们 共同组成本次大会的组委会 体现了社区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感谢组委会成员对本次大会议题的审核 并帮助我们共同宣传本次大会 目前屏幕上展示的是一部分中文演讲嘉宾 常常参加社区活动的观众可以发现 这些嘉宾里面有很多熟悉的老面孔 也有很多新面孔 这正是社区充满活力的表现 不断有新鲜的血液加入进来 激发着社区的活力 除了对中文议题的征集 本次活动也面向全球招募 向全球的Posa社区开发者与用户开放 在英文论坛 有来自北美 印度和日本的小伙伴们 积极分享相关的实践 虽然本次峰会是亚洲峰会 但即使也是一场跨时区的全球峰会 大家也可以加入第二天的Zoom Webinar 与海外的开发者互动 感谢本次大会的社区伙伴们 对大会的推广和报名支持 大会也在腾讯云中间建视频号 腾讯云开发者社区官网 腾讯云开发者视频号 PinkApp和Star Rocks渠道同步直播 同时大会的筹办 也离不开媒体伙伴的支持 本次大会也在51CTO InfoQ Pro视频号 CSDN视频号 Sifo视频号 Sifo网站 DataFan 开源江湖 绝金 开源社与StreamNative渠道同步直播 欢迎小伙伴们在各个渠道 观看我们的大会 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 Pasiposa 2020年的重要社区动态 近年 海内外一共有15位社区成员 加入了Commitor团队 Commitor是由Contributor来的 他们持续活跃贡献 Commitor头衔是对其成就的认可 成为Commitor 即可拥有对GitHub仓库的 选择权限 今年也有4位PMC成员 加入Posa团队 PMC是指 是Apache软件机会的 项目管理委员会 负责对Posa项目的品牌保护 在今年Apache Posa主仓库 贡献者数量突破了580位 主仓库与官方客户端等项目的 贡献者突破了710位 感谢所有的贡献者 没有大家的参与 社区就不会成长 Apache Posa项目也不会成长至今 参与开源 你可以获得公司及社区内外的认可 也可以结交来自各个领域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 可以提高个人影响力 促进个人发展 参与开源并不是码能的专属 在社区文档等各个方面 都可以让大家发挥一技之长 大家如果想参与Apache Posa项目的话 可以参考Posa官网上 官方贡献指南 开启你的贡献者之路 今年Posa主项目 一共有9个release版本 右侧展示的是客户端与工具的release版本 今年Posa也经历了很多 重大的功能改进 比如降低对ZooKeeper的依赖 大家可以关注稍后 Apache Posa PMC成员李鹏辉的演讲 他将介绍你不得不了解的 Apache Posa技术进展 今年Apache Posa社区 也参加了很多活动 第一张图片 就是我们首次信侠峰会 Posa的旧金山峰会 今年Posa社区的成员们 也参与了Apache Kong Apache Kong Asia 贡献了多个议题 同时我们也参与了开源之下 感谢各位导师和学生的参与 今年海内外和中文社区 都举办了多场Meetup 中文社区这边的视频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B站上观看 同时 今年也感谢中文开发者 与用户组 持续组织优质判译内容 感谢这些志愿者们 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 每天内容的译者信息里面 看到这些人的身影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本次大会的日程 本次大会分为两天举行 第一天为中文论坛 上午为主题演讲 下午为分论坛 周六下午的分论坛一 与分论坛二聚焦场景实践 在分论坛一的演讲中 有来自腾讯 华外终端 网易有道 vivo和客大讯飞的嘉宾 分享Posa的游戏营销 云服务 教育 移动互联网 以及大数据场景的实践 在分论坛二的演讲中 来自火山引擎 腾讯人中间界 微讯 华为云与道cloud Access品牌管理集团 云星科技的嘉宾 在分享 Posa在实施推荐 跨境电商 边缘设备 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实践 以及与其他大数据生态 集成的经验 在第一天下午分论坛三的演讲中 分享议题将聚焦在 Apache Posa的技术探究和场景实践 来自中国移动 腾讯云中间界 Proxima Beta和StreamNio的嘉宾 将从细节着手 深入对比Apache Posa与Apache Kafka 探究Apache Posa中的消息分块功能 以及分享Posa在数据治理的经验 和其跨区域高可用方案等等 在分论坛四的演讲中 分享议题将持续聚焦在 Posa的场景实践与技术实践 来自腾讯大数据 Ryzenwave PinkApp StreamNio等团队的嘉宾 将分享Posa在构建实施树仓 存储和分发日志 打造资源数据平台等方面的应用实践 在第二天 首先会由Apache Posa PMC主席 Mateo Mori进行主题演讲 在接下来的英文演讲中 依然聚焦在Apache Posa 在全球企业的技术探究和场景实践 为了配合演讲嘉宾 快来跨市区交流 第二天的常规演讲 会从北京时间早八点 持续到下午两点四十 请大家码住时间 不要错我感兴趣的议题 在会议期间或者会后 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要与社区交流的话 都可以在微信交流群 或者Slack频道里 与社区交流 扫描右侧的二维码 将PosaBot添加好友 即可获得加入微信交流群的方式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第一个主题演讲 由Apache Posa PMC成员 StreamMateo联合创始人翟佳 为大家呈现 Apache Posa 并向现代数据基础设施的云烟声 统一消息流系统